1922是全国疫情的咨询专线 而家属希望知道相关的资料 我们都有要求指挥中心 在24小时内整理好资料 提供给家属知道全貌 那家属也非常希望知道 地方的消防局卫生局 到底如何回应家属的要求 以及彼此之间的横向联系 相关的资料 如果给家属清清楚楚的知道 也可以让真相大白 希望能够尽快的协助家属 满足家属的期待 我们正走到最后最关键的时刻 就能进入正常生活 现在虽然在高原期 但已经渐渐的趋势向下降 我们希望国内同胞 打好疫苗 同时做好防护措施 渐渐的可以出来走走 随着疫情 跟我们的医疗量能控制好 我们会在近期召开防疫会议 会有指挥中心对外宣布 相关的进一步的作为 中国从不放弃武力队伍台湾公开都已经说过 而正因为这样 所以蔡总统领导下 我们非常努力的做好各种因应 防卫台湾主权防护国民安全的措施 从不懈怀只有备战才能止战 另外一方面全国的主流民意清清楚楚的知道 我们要自己做好防卫自己 一波又一波的国际友人 他们也都一再肯定台湾自我防卫的勇气 对抗强大恶灵的正确做法 高兴看到在野党也能够往主流民意靠拢 也能够清楚的知道 中国飞机武力军舰绕台都是不对的 也能够大家一起团结对外 减少跟中国唱和是对的